弟兄姐妹们请站立 我们要开始今天上午的崇拜聚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承认我们的帮助是在父依靠 造天地治耶和华的名 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 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一起感谢神 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主内平安 在这特殊的时刻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同心合意祈求祷告 求神在我们当中掌完全 居首位 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 慈悲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是拯救全人类的神 今天是主日 是你复活的日子 你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再次与你亲近 向你祷告呼求 能够详听你的话语 向你屈身敬拜 是你莫大的恩典 我们再次献上真诚的感谢和赞美 这个时候我们都站在你的面前 求主洁净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在你面前这个时刻 我们诚心向你认罪 我们已过的一周 在言语行为 有亏欠人亏欠神的地方 求主再一次用主的宝血 洁净我们 好让我们以圣洁的灵来朝见你 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 把我们心中所有的忧虑和重大 都完全地谢给你 将以下的崇拜聚会 恭敬仰望在你大人的手中 这样不配地祷告 来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神的恩典 一直保守看顾我们到如今 在这特殊的时刻 疫情蔓延世界的时期里 感谢主仍然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 因为主仍然坐着为王 我们献上感恩 今天祭念主复活 我们用我们的歌声 来称颂赞美复活的主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嫉妒我主经护活》 祝福音乐 《嫉妒我主经护活》 阿哈哈哈哈里路亚 天人一世同欢喜 阿哈哈哈哈哈哈里路亚 高声的声赞助名 阿哈哈哈哈里路亚 天唱的和气下意 阿哈哈哈里路亚 保护了君万今复活 阿哈哈哈里路亚 他曾生命为救我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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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路亚 十万度够尽何载 哈 哈 哈 里路亚 别说不可祝贵 哈 哈 哈 里路亚 爱之旧属已完成 哈 哈 哈 里路亚 与地真真主的圣 哈 哈 哈 里路亚 何时所必去的路 哈 哈 哈 里路亚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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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路亚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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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路亚 送他自爱到永恒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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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路亚 彻彻子 高天上去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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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路亚 圣父圣子与圣灵 哈利路亚 主耶稣为了当当全人类的罪 他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今天他也为了拯救全人类的灵魂 他战胜了死亡的毒钩 他复活了 主的复活带给人类新的盼望 因他活着 我们才有永恒的生命 我们接下来再唱一首诗歌 因他活着 圣子与圣子与圣灵 到世间一致成就 世上最难 为数我罪 我哪爱 我的永恒的祝 monde 主的湿河 为数我为了佳 主的复活 为数我为了佳 主的复活 为数我为了佳 我生之后 阿藏我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祂活着 心神隐喊 被抱在怀里 我能安详 你的星星 但你确信 这优秀生命 却能面对这明天 因祝祖活着 因祂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祂活着 不再去跑 我曾知道 阿藏我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祂活着 帮我走完 人生已老曾 面对失望 帮我走完 人生已老曾 面对失望 同步挣扎 救主为我 战胜了失权 在荣光中间 救主 救主 救主活着 因祂活着 因祂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祂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祂活着 不再去怕 我曾 面对失望 人生已老曾 面对失望 我曾 面对失望 人生已老曾 面对失望 我曾 面对失望 人生已老曾 面对失望 生命充满了失望 只因祂活着 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 因祂活着 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进入带祷的思想 弟兄姐妹们请站立 我们要为下面的几项事情来带祷 首先为着我们已过的一个礼拜当中 有亏欠神 亏欠人的地方 求主用主的保血 再次洁净我们 求神带领我们 使我们认罪祷告 同时也感谢神的恩典 这一周来 主也时刻的保守和看顾 使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给我们丰丰富富的供应 我们也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 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每天用无条件的爱 来爱我们无用的罪恶 我们省察在已过的一周里 我们有软弱 有亏欠 得罪了你也得罪了人 这个时候恳求主用主的保血 再一次洁净我们 使我们今天有圣洁的灵来朝见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山寨 我们知道离了你 我们不能做什么 所以我们只有用心 来享受你的爱 你的同在 你每天所示的恩典 足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而且你丰富的供应 使我们得以保足 感谢主这样不配的祷告 来侍奉我主耶稣得圣的名求 阿们 接下来我们为全世界的疫情 病毒来祷告 求神怜悯全世界的人民 求主也赐给全世界各个国家的 执政掌权者 聪明和智慧 来带领各国人民 认罪悔改在主面前 使主收回整路 求主示下医治 主我们开生祷告 慈悲的父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 是你创造了我们 使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 吃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让我们能够安然的生活 不但如此 你对我们一生有美好的计划 无论遭遇什么 都会让这一切被改变成为祝福 但是人类的罪恶满盈 所有的罪都已呈现在你的眼前 使主的心忧伤 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 全世界的疫情满盈 人心惶惶 每时每刻的惧怕 相信主你都知道 明白你都知道 主啊求主你关照 使列国苏醒 求你施恩福兴这个土地 主啊我们愿意 任罪悔改在你面前 求主感动世界各个国家 执政掌权者 带领各个国家的百姓们 撕裂心肠 一心归向你 主啊恳求主 施下怜悯一致 求神救我们脱离 这极大的苦难 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挟制和捆绑 让我们能够享受 在你的爱中 救赎我们的生命救主 耶稣基督这样祷告来释奉我主 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 我们接下来 在为着全世界每个教会祷告 为所有的牧师传道人神学生们祷告 为着我们所居住的印尼国家来祷告 我们开身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们任何事情都愿意来到你面前 相信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 这个时候 我们为着全世界的教会 向你仰望交托 所有的牧师传道人神学生们 都一一地交在你大人的手中 求主赐给他们有健康的身体 为主传扬福音 去拯救更多的人归向主 他们的生活方面 各方面 所需用的 求主也大大的赐福给他们 这个时候我们身居印尼国家 正面临着世界的瘟疫 我们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实在是恐慌惧怕 求主赐给印尼国家执政掌权者 有聪明和智慧 来做好防控工作 救百姓脱离着极大的苦难 这样的不配祷告 来侍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主啊我们感谢主 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为着我们每个国 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来祷告 为着我们的后代产业 儿孙们来祷告 为着荣云团契的建坛事工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婚姻和家庭 也赐给了我们儿女 那就是你地上的产业 然而有许多人 没有好好地将他们带入 归族的名下 让孩子们各自偏行几路 过放荡迷茫的生活 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 求主怜悯我们 求神用你的灵 来感化他们 使他们有一天 能归向你 顺服你 敬拜你 主啊求你给我们忍耐的心 来对待家中的每一个成员 用耶稣的爱 来使他们悔改 使我们有聪明和智慧 来管理好家庭 使每个人都能和睦相处 今天我们也不忘记 我们的荣音团契的需要来祷告 我们荣音团契 已经成立近20年的时间 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聚会所 恳求神为我们预备 我们相信主必 按照你自己的心意 来成就在我们当中 求神也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 来参与这建坛的事工 主啊我们感谢主 感谢主听我们祷告 不配的祷告 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 接下来我们 做一个总结祷告 慈悲的父神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已经垂听了 我们在你面前 有声无声的祷告 无论我们在你面前认罪祷告 还是感恩祷告 或是为着世界的瘟疫病毒祷告 还是为着我们的家庭来祷告 亲爱的主 你一一都听到了 因为你战胜了死亡 你也为我们复活了 我们相信 在你手中没有难成的事 无论我们任何时刻向你呼求 主你必定按照你美好的旨意 成就在我们当中 主啊我们谢谢你 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 仰望交托在你大人的手中 这样不配的祷告 来施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仍然站立 我们要以历代的信仰 诵读使徒信经 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人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都生子 因生灵感应 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定于十字架 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 坐在全人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耳公子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接下来要听神的话 我们再唱一首诗歌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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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给了爱的生命 自由和方向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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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给了新的生命 出去最后捆绑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那世界的正光 信口大力 信口大力走出黑暗 有他几天会为更好 有他有事都有依靠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祂给了爱的生命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祂给了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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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祂给了新的 Kern听说 祂给了新的希望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祂给了新的生命 祂给了新的生命 来赞美他 来敬拜他 来纪念今天特别的日子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护活节日 那我也祝福大家 过一个美好愉快的护活节 愿主耶稣基督护活的事实 把他的平安喜乐恩典 充充满满的祝福给我们 当然当初他护活的喜训 怎样祝福了许许多多门徒 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也渴望主耶稣基督护活的事实 借着今天的信息 也祝福我们大家每一位 感谢主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慈爱的天父 感谢你的恩典 把最好的救恩 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 经过这一个 这一个星期受难周 我们的默想 我们的祷告 我们亲近主 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体验到 上帝你的爱 何等的尝阔高深 也更加能够认识到我们人 多么的愚昧 无私无人 以致当我们能够得到 这么大的恩典 一切都是你 出于你美好的旨意 美好的计划 而且你丰盛的年名 恩典 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 使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 也为我们复活 来预表我们 于天也将会复活 感谢主 在这样的一个美好日子里面 求主你 帮助我们每个人 求主你 也使用你的仆人 在他一切的软弱无人里面 用你的宝学 再次解禁 来传加你的恩典的真理 用圣灵 把这个真理 放在每个信徒心里面 也给我们力量 能够实行出来 感谢主 把这个时间 完全交在你的手中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们祈求 我们祷告 阿们 今天的主题是 不再悲伤 满心欢喜 是从约翰福音的二十章 第十一到二十节 约翰福音二十章 十一到二十节 我为大家来念一次 约翰福音二十章 十一到二十节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 哭的时候 低头往坟墓里看 就见两个天使 穿着白衣 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下 一个在头 一个在脚 天使对他说 妇人你为什么哭 他说 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 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站在那里 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问他说 妇人为什么哭 你找谁呢 玛利亚以为是康怨的 就对他说 先生 若是你把他引了去 请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哪里 我便去娶他 耶稣说 玛利亚 玛利亚就转过来 愿希伯来话对他说 拉玛利 拉玛利就是夫子的意思 耶稣说 不要摸我 因为我还没有 升上去见我的父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说 我要升上去 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神 也是你们的神 摩达拉的玛利亚 就去告诉门徒说 我已经看见了主 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 告诉他们 那日 就是七日第一日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 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的这话 就把手和泪盘 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 就喜乐了 读经到此 那今天的主人公呢 就是莫达拉的玛利亚 我们先看这个短片 卫达拉的玛利亚 神經病 Why shouldn't she follow me? People will judge us Are we so different from men, you must teach us different things Sometimes it's as if I'm not here at all Is that what it feels like to be one with God? No one has ever asked me how it feels The women are too afraid to be baptized with the men Go to them Be in my hands It's not right that he has raised you up to lead us You love my son, don't you? You must prepare yourself like me For what? To lose him God's kingdom is not to be brought and sold We need to take him away from here Whatever happens now, it's what God has asked of him Mary You are my witness I'll be with you To the end We'll never speak again In his name The world will only change as we change I will not be silent I will be heard 好的 This is a movie 關於摩托拉的瑪利亞 也是今天 我們要學習的 一個人物 那麼摩托拉的瑪利亞呢 她是第一位在教會的歷史裡面 見證耶穌基督復活的人 她是一個猶太人 我們知道 她是一個猶太人 有他們的信仰 他們是非常敬畏上帝的 他們有摩西五金 成為他們的教育 以及猶太人的他們有美好的傳統 很多他們有過的宗教的節日等等 那麼之前我們從剛才的介紹裡面也知道 摩托拉的瑪利亞之前是個罪人 她是一個被鬼附著的人 但是因為耶穌救了她 把她身上的鬼給趕出去 後來她就成為一個很忠心跟隨耶穌的人 也真的很愛主 熱心的侍奉主 把她所有的財產也奉獻 來侍奉主 跟隨主耶穌基督 但是因為她也是個罪人 所以她也會面對同樣的問題 其中我們罪人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就是死亡的問題 摩托拉的瑪利亞 可能就是你跟我一個寫照 我們這些人 我們是有信仰的 我們也有可能我們信仰裡面 我們也有許多美好的傳統 我們每個星期或者每年 都有我們忠心跟隨的節日 我們也信主我們也侍奉教會等等 但是同樣我們也是一個罪人 那麼我們可能也會面對這個問題 特別就是面對死亡的問題 說到這個罪人跟死亡的問題 就離不開聖經裡面對世人的啟示 因為圍堵聖經指出來 世人都犯了罪 虧缺了神的榮耀 這就是基督教 聖經 對人啟示 所說的真理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罪人 所以我們請出罪而來 因為我們犯了罪 我們虧欠了神的榮耀 那麼罪的公价呢 就是死 所以每一個人都會死 面對死亡 感謝主的恩典 羅馬書第六章二十三節說 唯有神的恩賜 在主耶穌基督裡面 來是永生 不是人靠著他自己的奴隸 靠他的平性 德行 或者他的傳統 等等 能夠得到永生 唯独在主耶穌基督裡面 才是永生 所以這就是基督教 與別的宗教不同的 那麼也是今天我們為什麼要 這個紀念 我們為什麼要歡慶這個互活節 因為在一方面我們看到 我們人都有罪 然後我們都會面對死亡的問題 我們都虧欠了神的榮耀 那另一方面我們看到 上帝的恩典 把這個永生白白地赐給我們 弟兄姐妹們 罪就是讓我們這些人 不能夠完全地來認識上帝 可能我們知道有一位上帝 但是我們卻不能夠認識他 罪可能讓我們知道相信有一位上帝 但是我們卻不能夠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上帝的手中 完全來相信他 罪讓我們不能夠認識神 罪讓我們不能夠聽到神 這個不是說神沒有把他的聲音 把他的旨意告訴人 有 藉著上帝所創造的萬物 但是人不願意去聽 罪給人的是假象 就以為人就是以為我們品著我們的文化呀 藏使呀 或者一些聽到比我們學問高的人的意見 這就是最好的一個判斷 這就是最好的一個 我們得到的一個知識 其實這些就是假象 那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就是當亞當跟夏娃在伊甸園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們其實跟上帝之間的 關係是很不錯的很好的 但是因為有這個罪呢 讓我們看到 他們就是已經得到上帝給他們的聲音 已經得到上帝給他們的指示 但是呢 他就是不願意去接受上帝的聲音 他覺得他是以自己為中心 自己認為自己是有能力去判斷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什麼是應該他得到的 所以呢 他就不願意去接受上帝的話語 他反而去接受魔鬼的聲音 因為魔鬼的聲音 可以讓他可以得到 他自己感覺到可以得到更好的自己 所以在我們的生活裡面其實也這樣 很多時候有一些意思 常識人的常識或者文化傳統 從小我們就在這樣的氣氛裡面長大了 影響了我們 或者一些社會的人 或者有一些人 功能的是一些比較有學問的 或者有知名度的 有教育的 有地位的人 他們的意見 我們更能夠容易接受 卻沒有真正的去聽神的旨意 神的心意到底是什麼樣 最只是 讓我們有一個假象 覺得我們做出選擇是最好的 因為是我自己為中心 而且總是把我們自己抬得最高 我們的決定都是覺得 我們這樣做是對我們最好 最有利的 最就是抵觸上帝 不願意接受上帝的話語 不願意上帝成為我們生命中的掌權者 還是把自己看為主 這個生命是我自己的 好像我們自己努力得來的 其實我們生命其實都是上帝的恩典赐下來 那麼我們要以我們自己 與我們自己的主人 所以最後罪帶來死亡 聖經就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這些真理 死亡把人帶來的絕望 死亡把人帶來的絕望 這就是 給我們看到 摩大大的瑪利亞 雖然不是他死亡 但是他面對的他所愛的耶穌死亡 把他帶到絕望 這就是摩大大的瑪利亞 跟我們相同之處 因為同樣的他也是個罪人 他的罪令他有许许多多的 假象在他裡面 許許多多的問題 許許多的選擇都是錯的 我們來看 如果人生的終點是死亡的話 那麼是多麼悲慘啊 我們人是斷定是失敗 你一生中不斷地努力 去得到許許多多的財物等等等等 你辛辛苦苦地得到的知識 得到的你的地位等等 但是最後也是歸於你 可能你越多 越高 那麼你會覺得越悲哀 越失敗 因為到最後你什麼都沒有 我們來看瑪利亞 摩大大的瑪利亞 在他一直不斷帶著那種絕望的心情 來到耶穌的墳墓 他沒有去理會 為什麼這個墳墓是空的 他一來到那邊 那個時候耶穌都已經復活了 不在裡面 但是他就沒有去問 他在他裡面就有一個假象 思想就是 耶穌死了 他的屍體被人摞走了 所以他就是沒有去理會 空的墳墓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會有空的墳墓 這麼一回事 如果有什麼人摞去的 怎麼沒有消息呢 他一進到墳墓裡面 他看到是兩位天使 當時他可能不知道是天使 可能他看到兩個人 他也不管那兩個人 他就是在那邊問那兩個人 他在那邊哭泣 你們把他換到什麼地方去 甚至耶穌出現在他旁邊 他也不懂 耶穌用第三者的口吻來問他 你為什麼哭泣你找誰 他也沒有去理會 死亡帶給他絕望 讓他不會去理睬 別人對他的關愛與問候 他只能夠在那邊 哭泣傷心 他只能夠不斷地在那邊 抓留腳尖 他一定想知道 這個死去的耶穌 究竟人家把他換在什麼地方 他可能想把他再拿回來 用錢再把耶穌的屍體再數回來 放在這個墳墓裡面 他很想好好地把耶穌安葬 可能這是他的心願 但是他沒有辦法 他只能夠在那裡負氣 不是耶穌的死給他帶來絕望 不是 他的絕望應該說是他自己 就是活在那種假象裡面 他自己是個罪人 他沒有辦法面對這個死亡 而他自己絕望 他沒有盼望 他只能夠悲傷 他只能夠哭泣 他義無所忍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這摩大道的瑪利亞 也是你跟我的寫照 今天可能我們也跟隨了 主耶穌基督一段時間 可能我也知道 關於基督教的真理 甚至關於耶穌基督的復活 但是現在面對這個 新型冠狀病毒的情況 蔓延全球 我們會如此地懼怕嗎 我們是不是覺得絕望嗎 我們覺得是 不知道該怎麼辦 可能你有很高的學問 知識 地位 甚至你有很多的錢財 但是這個時候 你能夠去哪個地方 真的能夠給你安全 平安 我們再回到摩大道的瑪利亞 可能 不是這些事情 帶給你絕望 可能不是 你的絕望 可能是因為 你沒有真正地認識 耶穌基督的復活的大人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死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面對著 幕後的那一天那一刻 就算中了 新型的冠狀病毒 我們沒有多長的臉日 我們還有一段時間可以知道 我們都會面對的 不管是因為這個 新型的冠狀病毒也好 或者別的事情也好 我們都會離開這個世界 問題是在 我們有沒有耶穌 我們真的知不知道 耶穌 把永恆新的生命賜給我們 讓我們能夠面對任何事情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我們一起來看 耶穌的復活 耶穌的復活 當時耶穌顯現給摩大大 的瑪利亞來看 他是帶著一個 新的身體 屬靈的身體 護活的身體來 摩大大 的瑪利亞 可能當時還 不怎麼敢相信 他可能以為那個可能是鬼魂 他想去摸耶穌 在經文裡面 他就是那個時候 耶穌最後呼叫他 說瑪利亞的時候 他說拉玻璃 他才清醒過來 那個有聲音的 這個有聲音的耶穌 就像平常那樣呼喚他 他很想摸耶穌 但是那是真的身體 耶穌不讓他摸 我們不知道這個秘密 因為確實 那是護活的身體 跟我們人 現在的這個身體 是完全不一樣 儘管在別的地方 有一些是有相識之處 是可以看得見的 可以認識的 也甚至他 護活的耶穌 可以跟門徒們 在後來有記載 一同吃一同喝等等 耶穌的護活 告訴我們 我們信他的 我們也能夠 從死裡護活 因為耶穌的信息 在這裡面 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 我把這一節經文 念給大家來聽 約翰福音第二十章 這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第十七節 二十章的十七節 耶穌說不要摸我 因為我還沒有升上去 見我的父 那接著就說 你往我弟兄那裡去 告訴他們說 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 也是你們的父 見我的神 也是你們的神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 耶穌的死與護活 證明了他已經完全地救贖 完全把人類在罪惡裡面 帶到上帝面前 立了一個完全完美的 一個非常準確的 正式的新的關係 首先耶穌說到就是 他叫摩托達瑪利亞 稱呼那些 跟隨他的門徒 就是他的弟兄 我們知道約翰福音裡面 十三章也說過 耶穌沒有把他們看作是 普通的人 還是當作自己的朋友 也自己的弟兄 彼此相愛 這是耶穌的教導 約翰福音裡面 一直不斷地強調 耶穌跟天父之間的關係 是父跟子之間的關係 那起初呢 耶穌所說的就是 這個父是他的父 這個神是他的神 有太人雖然有宗教信仰 但是因為沒有相信耶穌 他們所敬拜的對象 可能不對 可能不是敬拜同樣的神 也敬拜不是耶穌的父 我給大家念一段經文來看 在約翰福音的第八章 大家看這一段耶穌的見證 跟猶太人之間他們談話 約翰福音的第八章 第三十九到四十七節 這裡面關於父跟上帝 耶穌跟猶太人在這裡 彼此的辯論 耶穌指出猶太人 雖然敬拜上帝 但是他們的上帝跟耶穌的上帝 是不一樣的 他們的父跟耶穌的父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剛才說 因為他們還是在罪惡裡面 他們沒有辦法跟上帝建立一個關係 儘管他們知道有上帝 儘管他們知道有真理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來到上帝面前 約翰福音的第八章 三十九到四十七節 猶太人這麼說 我們的父就是亞伯拉罕 耶穌說 你們若是亞伯拉罕的兒子 就必行亞伯拉罕所行的事 我將在神那裡所聽見的真理 告訴了你們 現在你們卻想要殺我 這不是亞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們是行你們父所行的事 他們說 我們不是從淫亂生的 我們只有一位父就是神 四十二節 耶穌說 倘若神是你們的父 你們就必愛我 因為我本是出於神 也是從神而來 並不是由自己來 乃是他猜我而來 你們為什麼不明白我的話呢 無非是因你們不能聽我的道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 你們父的私欲 你們偏要行 他從起初是殺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裡沒有真理 他說反是出於自己 因他本來就是說反的 也是說反之人的父 我將真理告訴你們 你們就因此不信我 你們中間誰人指證我有罪呢 我既然將真理告訴你們 為什麼不信我呢 出於神的必聽神的話 你們不聽 因為你們不是出於神 弟兄姐妹們 在這裡我們非常清楚的看到 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世界上 因為也看到 猶太人儘管他們 好像在外表很敬畏上帝 敬拜上帝 做許多的傳統儀式等等等等 以自己為亞伯拉罕 後裔為龍 以及他們有摩西五金等等 但是他們還是沒有辦法 真正的認識上帝 親近上帝 不奇怪的 在旧約裡面 我們也重複的看到非常悲劇的事情 他們不斷的被外班人所欺負 他們不斷的被拋到外國去 到耶穌的時候是最悲慘的時候 國不像國 自己沒有一個國家的尊龍 所以耶穌在這裡告訴了摩大拉馬利亞 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也是告訴你跟我今天最重要的信息 就是我們已經跟上帝有一個正確的關係 我們能夠正確來敬拜祂 我們知道藉著耶穌基督 我們真正拜對的對象就是那位 創造宇宙萬物的上帝 祂是我們的神 那更進一步的耶穌在這裡 剛才所說的第二十三的十七節裡面 說過的什麼 就是我的父也是你的父 十七節裡面說 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 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 我們讓我們在上帝面前 有一個確據 就是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也成為我們的父神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我們有家庭的都知道 在家庭面如果有一個父親是多麼的重要 在我們在上帝面前 當然這個比喻應該是我們是小孩子 我們是小孩子 上帝就是以父親 那種角色在我們家庭裡面出現 對小孩子來講 最重要的在家庭裡面 有父親有母親 你只要有父親有母親 就能夠保護他們 照顧他們 與他們一起吃飯啊 睡覺啊 玩耍啊 學習啊 爸爸媽媽會無意不自地來照顧他們 這就是今天我們跟上帝之間的關係 上帝成為我們的天父 這是耶穌所帶來了 有非常的信息 而且是福音裡面不斷地強調 耶穌在祷告裡面 也不斷教導他的門徒們 向天父祷告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不但如此 耶穌的復活也告訴我們啊 我們死了以後 離開了這個世界以後 我們也會像耶穌基督一樣 同樣的復活 耶穌基督帶著什麼樣的身體復活 我們同樣的 也有同樣的身體復活 所以 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事情 那耶穌把這個真理 告訴了摩大大的瑪利亞 也希望摩大大的瑪利亞 把這個事實傳講出去 今天成為你我的任務 也成為我們每個人的最好的祝福 也成為我們每個人的任務 摩大大的瑪利亞 與門徒們都改變了 剛才讀經裡面 就直接的告訴我們 摩大大的瑪利亞 怎麼樣的直接去找 主耶穌基督的門徒 把一些復活的事情告訴了他 也把耶穌所說的話 轉告給門徒 那麼他們都很喜樂 那晚上的時候 就是七日第一日 就是復活節 當天的晚上 門徒人躲在坊間裡面的時候 耶穌向他復活 顯現 復活的耶穌向他們顯現 那麼他們看到就非常的喜樂 他們把這個福音傳給他們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在聖經裡面用這個喜樂這個字 不是用快樂 這個喜樂呢 是因為復活節而帶來給我們的 如果快樂是暫時的 是可能你今天吃了一頓好吃的 你會很快樂 很開心 你很享受 但是喜樂 聖經裡面強調的喜樂 就是從天上而來的 大喜樂 是天上的恩典 不單單只是說你賺了一筆錢 或者你學業有成 或者你得到了什麼樣你想要的東西 不是如此 那只是暫時的 那只是給你一死的快樂 那真正的喜樂是天上而來的 是上帝的恩典 不是地上所能夠給的 天上的恩典呢 超過地上一切的煩惱與困難 甚至就是剛才說的死亡 因為我們當面對的死亡那種困惧 因著這個天上來的喜樂 而被磨去 是超過我們所面對的任何的困難 與絕望 但是我們要記得 這個喜樂 是因為耶穌基督的犧牲與 復活而帶來的 不是我們隨隨便便能夠得到的 是因為耶穌基督的緣故 因為他死在十字架上 因為他 忠心順服上帝 為了我們成為贖罪 那麼天父上帝把耶穌基督 復活而帶來 把這個喜樂帶來給我們 我們有喜樂是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成了天父上帝的兒女 我們喜樂不是因為我們 成為世界最有錢的人 或者最有錢人的孩子 但是我們天父上帝 掌握宇宙萬物 上帝的兒女 這個喜樂 這個喜樂也是成為我們一個 得救信主人 得救的人一個品具 如果你有這個救恩 你自然很喜樂 是不是 如果你還沒有這個喜樂 你要思想 你真的相信主耶穌基督 復活的大人嗎 我們的喜樂 是因為在主耶穌基督裡面的生活 每天都可能跟活的基督 一起密切的溝通 能夠勝過生活裡面一些的困難與煩惱 跟主耶穌基督一起 每天在都經禱告敬拜賬美裡面 從他得到信息 從他得到力量 來戰勝這些困難與煩惱 然後我們有喜樂 我們去把耶穌基督 護活的事實 傳講給別人 那些沒有聽過的 沒有 還沒有相信的人 他們也同樣得到這個福音 但他們也有喜樂 我們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我們 面對的 一切的困難 苦難 上帝都知道 好 如果上帝允許這個苦難來臨 上帝會兼顧我們 會保守我們 最重要就是我們 我們有沒有跟上帝之間 建立一個完全新的關係 他成為我們的神 我們是他的子民 他是我們天父 我們是他的兒女 藉著耶穌基督 來建造這樣的一個關係 用上帝祝福大家 最后 我想請大家我們一起思想一下 今天所聽到的信息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面對的 新光 病毒 蔓延全球的危機 我們怎麼看待這個事情 我們每個人都很怕被感染上 無論是我們 或者我們所認識的人 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配偶 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父母等等 每個人願意攬上這個病 但是這個病呢 跟別的病有什麼不同呢 可能有很多的不同 很可怕 無可否認 但是最根本的性質是一樣的 就是這個病會把人帶到死亡 那問題就是 你怎麼看待死亡這個事情 你已經做好準備了嗎 賦佛節 就是告訴我們 能有 人會死 但是 人會復活 因著耶穌基督的恩典真理 我們會復活 當我們成為一個信徒 當我們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相信耶穌基督的人 這個意思呢 這個福音帶給我們這個大人 福音是上帝的大人 來拯救罪人 這個意思本來就是 最根本一點就是 我們有不一樣的態度 去看這個死亡的問題 我自己呢 小時候信主 讓我 真正的推動我去信主的就是 那個時候 我的奶奶在國內 比較年輕去世了 但是我聽到就說 信耶穌 有永生 就是能夠再見到我的奶奶 那當時我就是說 我願意去信耶穌 為什麼呢 因為我死了以後 我會再見到我的奶奶 跟我奶奶在一起 雖然那個時候 我還不明白關於耶穌 但是我相信 就信了耶穌 可以見到我所愛的人 既然跟我們所愛的人在一起 那麼 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嗎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面對如此的危機 第一個我們要想的 你怎樣看待你自己的死亡 有沒有準備好 我們大家是的 都不願意 但是就是事實 我們都要面對 但你真正信主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信主 就是相信死裡復活 相信以後有新的身體 復活的身體 相信有永生 那才是我們真正的生命 那才是真正的生活 我們要往那裡走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剛才說的摩大拉的瑪利亞 在許許多多的動作當中 他都沒有辦法聽到耶穌復活 許許多多事情 是他的想法 他的傳統 他的文化 攔阻了他認識到耶穌基督的復活 他總覺得是不可能的 他從來沒有想到 會想到 耶穌是復活的 甚至當耶穌問他 或者你為什麼哭 他都覺得耶穌是個圓丁 有很多事情攔阻了我們 去聽神的話 很多事情 我們覺得更可靠 我們不願意把聖經拿起來 來練聖經 來看聖經 來禱告 很多事情覺得 我們有這個方法來對付 我們有這樣的聪明能力 我們有這樣的人脈 我們有這樣的資源 我們能夠解決 可能是這些事情攔阻了你 來聽耶穌所說的話 不認識耶穌 對你說話 接著 你有數天的喜樂嗎 面對這樣的疫情 我們還是要過著每一天 如果有一天真的中招了 也不應該像保羅那樣說 我們也盼望 活著就是基督 死了 就是與天父 與耶穌基督在一起 這是最美好的事情 如果有這樣的盼望 我們不應該怕 可能有朝一日 面對非常嚴峻的情況 我們不能夠再待家裡 有外面許許多的人 需要我們的幫助 我們要出去 去幫助別人 可能不是一個被逼的 或者充滿恐懼的 但是我們帶著一個喜樂的心 出去去幫助別人 去鼓勵別人 去傳講神的福音 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那些病毒在我們身上 沒有任何的詮釋 也不能夠讓我們過度的驚狂 乃是 把我們 把數天的生命的喜樂 可以在生活裡面彰顯出來 如果我們有數天的喜樂 那麼我們有沒有訴說 耶穌護活的事情 把耶穌護活的事實與真理 告訴別人 耶穌的護活是歷史的事實 耶穌的教導 關於我們藉著祂能夠敬拜 天上的父神 這是祂教導的真理 也是祂所保證的 讓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周圍的人 我們的家人 都可以得到 這是在我們現在這種疫情當中 最好的信息 傳講給我們周圍的人 讓那些還沒有聽到的 還沒有信主的 他們能夠得到最好的信息 願上帝祝福大家 再次祝福 大家有個美好的復活節 願耶穌基督 復活的大人 活活現現的 在我們生命當中 彰顯出來 讓我們有平安有喜樂 把復活節的信息也傳講出去 讓更多更多的人 經歷著耶穌基督的福音的大人 相信主耶穌基督 有所謂的喜樂與平安 能夠面對這場疫情 感謝主 我們一起來祷告 愛的天父 感謝你 萬分的感謝感激 在我們這些罪人 沒有道路 不知道應該怎樣來拯救我們自己 不要說罪惡的事情 就連這個小小的病毒 我們都沒有辦法對抗 因為我們世界 21世紀 世界的人認為我們21世紀 已經非常先進進步 已經是 不需要外面任何的東西來幫助我們 不需要上帝 但是我們是多麼的無人 主要求主你赦免我們的無知 憐憫我們 幾千年以來 你借著你的先知 不斷地來傳講這個信息 也就要藉著耶穌基督 把這個救恩活活的 白白地赐給我們 活活的 讓我們可以看到 主啊求主你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真正信主的人 我們有平安有喜樂 我們能夠有勇敢的心 來面對這場疫情 讓我們把你的真理的信息 可以轉講出去 在我們周圍有許許多多的人 還沒有真正得到你的平安喜樂 還沒有真正得到 你的真理的信息 主耶穌基督的護活 以及天父上帝的慈愛 在信主人生命裡面 在信主人生命裡面 讓我們有護活的盼望 有永生 有永遠永遠與天父上帝在一起 主啊求主你 來兼顧信徒們 在這樣疫情的日子裡面 幫助我們 兼顧我們 保守我們 在主類肢體彼此免利 彼此同心來服侍主 因為雨天我們都會過去的 如果在疫情能夠勉勵我們 能夠兼顧我們 能夠更加的親近你 能夠更多的侍奉你 我們也是向你獻上感恩 求助你保守 再次把全體的 隆雲團契的會員們 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你知道我們每個人 在我們當中 有靈命暖落的 有恐懼的 有懷疑的 求主你都一一的照顧保守 讓我們每個人 都得到最好的救恩 沒有一個人是落空的 主啊你兼顧我們 主啊我們也把 弟兄姐妹們的軟弱 交在你的手中 特別是身體上有軟弱的 求主你醫治他們 兼顧他們 靈命暖落退後的 主啊求主你感動他們 能夠再次回到你的大愛裡面 也求主你祝福 融雲團契 不斷地能夠擴展 上帝的國度 藉著把福音傳開 靈更多更多的人 來歸向你 來示奉你 來榮耀你 感謝主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明 我們祈求我們祷告 我們感恩 阿明 謝謝魚童傳道 將這美好的信息分享 求神 是福魚童傳道 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 有健康的身體 傳揚主的福音 拯救更多的人歸向主 好 感謝主的恩典 給我們靈命的糧食 更感謝主 賜給我們豐盛的恩典 這個時候我們要舉行奉獻 我們再唱一首詩歌 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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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我允许 感谢圣 祷告不停 感谢圣 我曾经红包 感谢圣 我不供应 感谢圣 使我苦于乐 感谢圣 使我安慰 感谢圣 使我无限恩典 感谢圣 无必答案 感谢圣 唱三义送 结束今天的聚会 感谢神是心愿永重 感谢神是我平衡 感谢神是明天盲望 感谢神直到永远 弟兄姐妹们 我们请站立 我们为奉献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 谢谢你的话语 再次进入我们的心灵深处 做我们的脚签的灯路上的光 让我们不但听你的话语 更要明白你的话语 将你复活的大能 传给我们所认识的人 这样你的福音才会广传 我们知道 你不但每天供应我们灵命的粮食 你也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 今天我们有机会将从你那里得来的 奉献一部分在你面前 恳求主捷径 分别为圣 用在你的圣工上 扩展你的国度 拯救更多的人 归向主 同时也恳求主 赐福那些甘心热意奉献的弟兄姐妹 赐福他们的家庭 赐福他们的工作事业 我们知道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应尽的责任 我们越奉献 越有人力奉献 我们不但将金钱献赏 更要将我们的身心灵献赏 这是神所喜悦的 这样不配的祷告 来施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 我们要结束今天上午的崇拜聚会 请唱上一顺 天字下万国万民 其身赞美福之胜利 尚未一体同容同尊 万有此愿万福此本 阿们 我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赋上帝的实爱 圣灵的保卫 时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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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末导散会 下个星期我们在网上 再与大家一同敬拜上帝 愿上帝祝福大家 谢谢